价格比市区的要高 但是不见得做的很好吃 因为这个景区里边 就是说它这个条件各方面 还是有所局限的 是这样子 材料原材料也好 然后就是说这个 厨师各方面的一些 记忆水平各方面也好 也是有所局限 这样子 那同时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说是 它就是了天气气候的 这样一个影响吧 我们刚才所讲到说 这些地方的 它每年来这边旅游的 旅游的游客 就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肯定是最多的 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这么多多的寺庙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走完 看完的话呢 这得需要时间蛮长 但是最主要最中心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过的那几个 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寺庙 叫郑海寺 就是刚才路过的这里 郑海寺当年也被誉为 是一座皇家寺庙 因为呢说当年的时候呢 康熙皇帝的父亲 叫顺治皇帝 他当年修行是在 刚才一座寺庙里面 有修行过的 因为康熙来舞台 又来了五次嘛 然后呢 这个其实最主要是 朝山拜国 但是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为了 想找到他的父亲 顺治皇帝 但是有来过 但是没有找到 包括我们在今天下午 在参访的时候 我们还能看到 有一个照片上面 就写有一首 词叫顺治皇帝 归山词 那就是当年顺治皇帝 写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面的 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吧 有一个元兆寺的住持 还有一些三宝弟子 然后他们这个初次修了 这样一个照片 把它刻在了上边 从他这个写的这个词当中 就可以去了解到顺治皇帝 谢谢大家